为了要拼消费者的青睐 4G的业者都忙着要采购设备 建构最佳的覆盖率 而现在我们看到首播他们所采购的设备 中华电信台歌大跟远传 大部分都是以Nokia通讯 爱立信为主 台湾之心也是诺基亚通讯 亚太电信比较特别 它使用是阿尔卡特朗讯的系统 国际电子这个部分要特别来看的是 目前还带NCC核准的华为 为什么呢 因为华为所生产的基地台设备 现在NCC一方面 以基于国家资讯安全的理由 再加上国际要与亚太电信要求要合并 所以部分的产品还没有通过认证 现在NCC还没有通过国际的采购申请 另外就是业者之间 现在不断的传出要互相换评 或者是合作等等战略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为了要推远传电信的4G服务 就换评和同业来开始洽谈合作 今天他还透露了远传计划要和国际电子 来交换评段 购买评补 甚至要洽谈基地台共战合作 OK 好 谢谢大家 出席远东集团旗下的育民航运股东会议 董事长徐旭东看来心情很好 因为远传上礼拜宣布4G开台 也与同业台湾大哥大谈妥 双方要交换4G频段 好让彼此的1800MHz频段 能够提前上路服务 甚至徐旭东还透露远传要向红海 郭董旗下的国际电子购买4G频段 本来他只有A3 那么他买了亚太之后 他变成有两个 我们卡在当中 这个换一换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然的话他要装 他基地台要装两面的话 反而效率上会差 所以这很自然 没有什么了不起 徐旭东表示4G开台之后 业者处于互相竞争 不过也是策略联盟的阶段 会这样达到阔幅 是因为有不能输的压力 因为我们是700上 上得很好很快 你立刻可以用 你拿1800MHz 舍不到 你怎么可以随便来讲一句话 来质问我这个呢 因为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 技术上的需求 合作应该合作 我现在一直讲是 co-competition 又合作又紧争 这是一个这种情形 保持一贯的乐观态度 徐旭东不但乐观看待 远传的四角发展 也认为散装航运的景气 下半年会很好 雨灯TV 我也陪邱欣一 台报道 散装航运的景气 停地转地转来